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令东来 今天呢 我要讲的是2014紫微斗数最新课程的第六课 前面呢 有同学问我为什么第六课没有上传 这里呢 我说一下 因为种种原因 原来讲的第六课呢 我个人不是很满意 所以呢 我决定把第六课重新讲一遍 然后呢 传到优酷网上去 第六课呢 我们讲的是天象星 天府 它是财博的府库 天象 它是代表权力的印章 或者是印件 都是一个意思 王听之说 天象 它是长印官 也差不多 总而言之 它就跟印章和印件有关系 天象星 它是权力的象征 但并不是权力的中心 这里呢 需要大家记住了 需要大家谨记在心 天象这颗星 它代表着权力 但是呢 它本身却并不是这个权力的中心 它并不是皇帝 而是一个皇帝的权力的象征 从大的方向来说 天象 它是皇帝所制定的传国玉玺 那这个玉玺 那是一个盖章的东西 这个呢 就代表着皇帝的权力 代表着皇帝的权威 是官方机构的公章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文件上面 如果盖了公章的话 那么这个文件就是有用的 这个文件就是一个有很强证明力的东西 盖了有公章 你如果说手上有一个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上面没有盖章 那么一般来说呢 人家是根本不相信的 他会觉得你这个东西呢 是假的 是骗人的 连个公章都没有 有什么用 他会瞧不起你 而且呢 他会怀疑你这个东西是伪造的 从小的方向来说 天象 它是私人制造的印章 比如说 我们到这个街上去游荡 我们能看到这个电线干部上 有什么办证啊 刻章之类的广告 我们个人呢 也可以给自己刻一个章 像是写书法的 或者是画画的 那么这个人呢 把画画完了以后 要盖上一个个人的印章啊 代表这幅画是他画的 这个呢 呃 就是天象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如果说这幅画盖上了一个 齐白石的个人印章 那么这幅画就可能是身价百倍 如果你这幅画没有任何签名 没有任何概章的话 那你这个画呢 就不值钱了 就算画的再好 而人家也会觉得你是伪造的啊 不知道是谁画的 那就没有办法去卖出高价 呃 这个呢 也可以是个人的签名 比如说两个人签合同 那么到最后呢 自己要签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姓名 以及手印啊 按手印或者盖章 能够代表自己 能够证明自己 这种代表力和证明力 它就是权力的一种体现 你如果没有这个签名 没有这个手印 那么你这个文件呢 就是没有用的啊 这个文件没有盖公章 那也是没有用的 对于印章的使用方式 古今中外都是差不多的 这一条呢 不仅仅适用于中国 也适用于外国 国外也一样 一般呢 都是官方机构使用的最多 最频繁 而民间机构 普通群众 普通人使用的次数比较少 但是每个人的一生 或多或少都要与印章产生关联 这是不可避免的 呃 这个天象星呢 它有一个政治的色彩 大家要记住啊 因为印章的使用方式 这个官方机构 当然是最需要天象星 最需要去盖章 盖工章的 所以呢 天象星本身可以说政治性比较强啊 他就容易往这个官方机构发展 或者说这样的人呢 比较关心政治啊 喜欢谈论政治等等等等 嗯 天象星的用处呢 第一个是辅助力啊 它代表一个帮助 代表一个相助 其二呢 它是拥有证明力 而且带有一个庄重的色彩啊 它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这个嘻嘻哈哈的东西啊 它是很庄重的玩意儿 我们坐飞机出国 身上呢 要携带相关证件 用这些盖着印章的文件 来证明你的身份 如果你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啊 你不要说出国了 你连买这个飞机票都会有问题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啊 包括你们身份证上 那也是有这个印章的 也是有盖了章的 有这个公安局的相关的发证机构的签章啊 等等等等 这个呢 就是天象星的助力色彩 它能够帮助我们 你要出国的话 那人家要看你的证件 看你的passport啊 等等等等 它可以帮助我们证明某些事情 进而也可以帮助我们达成和解决某些事情 这个天象星的帮助呢 我还要说一点啊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考过试 我们初中高中 还有上大学考试的时候 最重要的呢 当然是要把自己的姓名 班级以及学号准考证号啊 这些呢都写上去 如果你写了这份卷子 你写的是满分 但是你没有写自己的名字 那么对不起 你这个分数到最后也是零分 你写的自己的姓名 你的准考证号 你的这个学号 这都是天象星 他能够帮助你 帮助你去证明 而这个卷子是你做的 而不是别人做的 他呢 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 你到时候 你可以拿着这个卷子给人家看 你说这就是我写的 有我的姓名 有我的准考证号啊 这个笔记也是我的 这个都能够证明 证明是你自己完成的东西 后面呢 我们说一个历史上的事情啊 希望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好好琢磨一下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的时候 想要登上皇位 他指使安阳侯王顺 逼迫校园太后交出传国玉玺 那么这个王莽这个人呢 这个人有点奇怪 有点奇葩啊 他的性格方面呢 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呢 都有一点非主流 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阅读一下 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啊 就王莽这个人呢 有人把他捧得很高 有人呢 又说他是乱臣贼子 说他是一个非常卑鄙的人 这个人呢 好坏参半 毁誉参半 希望大家呢 可以研究一下他的所作所为 以及他的发展途径 这个人他想要登上皇位 他就一定要这个传国玉玺 校园太后呢 也不是傻子 你找他要传国玉玺 他当然不肯交啊 但是呢 在威逼之下 又不得不交 人家都是带了几个卫士进来的 身上有刀 又有剑 说那个太后啊 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 表面上呢 没有直接上他抢 但这个衣服呢 就跟抢是差不多的 这校园太后 在威逼之下 不得不交 愤怒中将玉玺置在地上 使得玉玺摔破了一个脚 但是 即便是这个传国玉玺 即便是这个天象星 破了一个脚啊 王莽呢 他也视之为至宝 他用纯金将玉玺破损处补上 并倦克汉传星 王莽五字 呃 这个时候啊 就鄙视 王莽这个人已经是权势滔天了 就他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是皇帝了 全国大小的事情都归他说了算 他可以说是实际权力比当时的皇帝还要高 但是呢 他不满足于此 他硬是要啊 就是名义上也要当皇帝 他不仅仅要实际上当皇帝 他也要有这个名分 他要有这个名分 想要登基大宝 那就一定需要传国玉玺的帮助 大家可以从这个例子中好好想一下 就这个人呢 权力如此的大 但是他想要登上皇位 仍然需要传国玉玺的帮忙才可以 没有传国玉玺啊 人家呢 会瞧不起他 人家会鄙视他 人家会觉得他这个人呢 就是乱搞的啊 人家不会相信他 不会去认同他 由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天象星的辅助力和证明力是至关重要的啊 就算你这个人实力再强啊 你已经是比当时的皇帝权力还要大了 但是你没有这个传国玉玺的帮助 你呢 是很难登基大宝的 是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同的 在斗数里面 天象星拥有很多特点 这里呢 只摘取几条重要性质 第一条天象星必须要看两颊的宫位啊 这是最先要看的 天象那是要看两颊是怎么样 第二条天象代表权力 他有权威的色彩 而且呢 他比较庄重 大家记住啊 这个印章 他是比较庄重的一个东西 不是嘻嘻哈哈的玩意儿 不是这个娱乐色彩啊 第三条天象属羊水 在星象的象律中又是印章 是艺术家雕刻出来的东西 所以呢 天象这颗星 它有美观的特点 略带桃花性质 那么有人会经常问我 他说老师啊 我有一个女同学天象做命的长得很美丽 为什么他长得很美呢 这个跟天象是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艺术家 这个工匠 把一块玉给他雕琢成一个印章 雕琢成一个玉玺 那肯定他们雕琢出来的东西是很漂亮的 是很美观的 第四条天象星呢 拥有助力 他喜欢去帮助别人 这是对的 尤其是天象做命 又有很多吉星的时候 这个人的性格确实非常好 第五条呢 这个天象星 它是思觉之秀 可以管理一个人的觉路 是观路工的主星 能够影响一个人在事业上的发展 也可以影响一个人在政界的发展 它跟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是天象 第六条天象星呢 有传承的特点 持久力是比较强的啊 比如说这个传国玉玺 那么从秦朝的时候 从这个秦朝啊 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传国玉玺了 然后呢 又传到汉朝 汉朝呢 又往下传 传到唐朝啊 这是几百年的历史 他有一个传承的特点 他并不是一个呃 只能用一时半会儿的一个心啊 包括我们现在公家机构的印章 也可以说这个领导呢 走了以后这个印章呢 可以留给下一任的领导 这都是可以的啊 并不是说这个领导走了 那么就重新刻一个章 那没有这个必要 紫微斗树全书云 天象画起约印 视为官路文星 左地之位 这个地方已经指明 天象星代表印章 较偏于文士 此星带有很强的助力 是辅佐紫微星的一颗重要星要 这一段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天象星画起约印 就是印章的印 视为官路文星 他是官路主 而且呢 他偏向于文化事业 偏向于文艺方面的东西 文学方面的东西等等 左地之位 他能够辅佐紫微星 带有很强的帮助色彩 其实天象星的帮助 天象星的助力 并不限于紫微 就算天象在三方复正 没有遇到紫微 天象也可以将助力 作用在其他的星要上 受到天象星影响最大的星要 首推天府星 就除了紫微以外 这个天府呢 受天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天府跟天象 永远翻和汇照 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个呢 都比较简单 我就不解释了 同时天府也是南斗的主星 他是南斗星系的主人 南斗星系的主宰 他需要有权力的支持 而天象星 汇照的吉星越多 天府星的权力往往就越大 发展呢 也就越顺利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天象星 他是一个人 他是天府星权力的象征 天府做命 那么天象一定在关禄宫 这个很简单啊 天府做命的人 天象一定是在关禄宫 如果天府做命的人 关禄宫的天象 遇到的吉星很多 遇到吉星来夹 那么这个天府呢 也是比较喜欢 这种状态 天象星 他代表权力 所以说天象 遇到的吉星越多 对天府的好处 也就越大 这里呢 需要大家注意 冯府一定要看相 但是冯相 却不必过于重视天府 我没有说冯相 不用看府 而是说冯相 并不是那么 并不是需要大家过于的去注重这个天府的发展 凡是天象 首先看的是两甲 有没有成对的吉星吉化 或者呢 是否形成形迹夹印和彩阴夹印啊 等等 这个都比较简单了 第二节 这是紫规斗树全书里面的天象星 这个讲完以后呢 这堂课就结束了 问天象星所主若何 答曰天象属水 阳水 南斗第五星也 为思觉之秀 为福善 话气约印 是为官路闻心 左地之位 这个呢 都比较简单 古人讲的话呢 希望大家要读到滚瓜烂熟 听着啊 这个诸心问答论 希望大家读到滚瓜烂熟 我不需要你们大家背下来 但是呢 我需要你们读个十几遍 读个几十遍 书读百遍 提议 自现 记住啊 有的同学呢 很讨厌读书 很讨厌去背诵啊 这样的人呢 是很虚服的 偶尔算命 能够算准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是算不准的 如果你没有扎实的基本功 你去算命的话 偶尔能够算准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你算不准 到后到头来 只能害你自己 一个人如果基础扎实 那么就是绝大部分的情况 都是准的啊 少部分情况 因为这个人呢 可能有这个呃 当时状态不好 或许有一些不准的情况出现 但是绝大部分时候 你如果说基本功扎实 如果说你真的用功过 真的努力过 那么你就真的能够算的非常准啊 准确率呢 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些话要读到滚瓜烂熟啊 这些都这些前面解释过了 我们看后面 若人命逢之 丰厚从实啊 这个呢 智诚无望 言语诚实 事不虚伪 见人难 有侧隐之心 见人恶 抱不平之气 这都比较简单 如果说命里面有天相 那么古人呢 认为这样的人呢 呃 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很诚实的人 而且呢 事不虚伪 见人难 有侧隐之心 见人恶 抱不平之气 是说这个人呢 有见义勇为的特点 这个呢 也要看极星和极化 怎么样 如果说天相遇到极星极化 极星比较多 那么真的是一个很厚道 很诚实的人 而且呢 事不虚伪 但是如果说天相遇到羊驼火灵 尤其是落线的羊驼火灵 然后还有其他的煞星 那么这个天相呢 他也会变成一个虚伪的人 也会变成一个比较奸诈的人 希望大家记住 任何事情都不能够一概而论 不要觉得这古人讲的百分之百 全都对 这也不是的啊 古人呢 他很喜欢天相星 所以呢 他好话说的就多一些 坏话就说的少一些 我们在做学问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客观和冷静的头脑 这个天相星 实话告诉你们 如果遇到煞星 如果遇到落线的煞星比较多 又遇到话迹啊 等等这个情况的话 福德功又不好 那么就是一个奸诈小人 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啊 这都有可能 你不能说他天相做命 他就一定是诚实的 一定是这个厚道的 没有这种说法啊 如果你说他天相做命就一定是诚实 一定是厚道 那么就成了一个教条主义 我们学斗数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 大家好好记住了 关禄得之则显荣 必做何之则争权 关禄公有天相星 那么这个人呢 就容易繁荣 容易显达啊 容易发展的很好 这个都比较简单 当然关禄公有天相 还得有别的吉星 才能够发展的更好 你不能说你关禄公有一个天相 那么你这个人就成了国家主席了 没有那么厉害 光有一个天相 绝对没有那么强 除非是这个天相 又有腐壁 又有奎越 又有鹿权 磕 而且大线还走得好 那这个所有的条件都加起来 那么才能够成为一个高官啊 成为一个嗯 非常有地位 非常有成就的人 如果你这里既没有吉星 又没有吉化啊 这个情况呢 就比较一般了啊 必做何之则争权 这是紫微星紫微加上天相星啊 这个呢 这样的人呢 他有一个争权夺利的想法 就是呃 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啊 等等紫微天相的结构也很不错 能左日月之光 奸化连真之恶 这个左日月之光呢 大家就不用记了 因为天相星在三方复正 永远遇不到太阳太阴 听清楚啊 天相星在三方复正 永远遇不到太阳太阴 而且呢 呃 这个 如果是天相在命宫的话 深宫也不可能是太阳太阴 呃 奸化连真之恶 这比较简单 是说连真天相的情况 连真天相呢 这个人呢 他不像这个其他的连真 那么凶 生命得之而荣耀 紫细得之而复续昌 这个比较简单 如果深宫命宫有天相星 那么这个人呢 就能够有一些社会地位 能够受人尊敬 能够这个 呃 获得一些荣耀啊 这个荣耀呢 比较好解释 大家呢 自己看一下就理解了 我说一下啊 深宫有天相 也是很好的状态 不要觉得命宫天相才好 命宫天相 很多时候还不如你深宫有天相 紫细得之而复续昌 这个比较简单 我说了天相星带有一个传承的特点 他可以说这个秦朝的时候的传国玉玺 可以传到汉朝 汉朝又可以传到唐朝 这是持续了几百年 他就能够传承你的事业 如果你的子女宫啊 这是紫细 就是子女宫 子女宫有天相 那么一般来说你是能够生儿子 而且你的儿子呢 能够就给你传宗接代啊 有儿子 有孙子啊 有虫孙子啊 等等等等 你这个家庭 你这家族能够发展下去 十二宫皆为降服 不随恶而变质 不因杀而改意 古人认为天相在任何一个宫位都是好事啊 这里呢 我说一下天相这颗星呢 他比较温和 听清楚啊 天相 他是一个比较温柔 比较和蔼的一颗星 他并不凶悍 所以呢 不管他去了哪个宫位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后面那个呢 我们就不用记了啊 天相这颗星 古人说不随恶而变质 不因杀而改意 这个不一定啊 这个如果说他杀星比较多 他也会因为环境的影响 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走上其路 你不能说天相作命 他就是一个这个 一定是一个好人 也有犯罪的 也有这个走上其路的啊 如果说这个环境不好 然后他的盘也不太好的话 他也有可能是走上其路 现不逢之 负不可量 大献流年 遇到天相星 负不可量 这个呢 也不一定 这个需要详细参考 我这里郑重强调一下啊 我之前呢 看到一些人学这个三合派的斗数 学了一段时间 就跑去给人算命 跑去给人算命 也就算了 他居然还收钱 我说一下啊 你如果说斗数没有学好 你跑去给人算命收钱 这是害人 这不是在帮人家啊 尤其是这个现不逢之 负不可量 这是不一定的 不要觉得走天相星 就一定发财 这是古人的没有讲完全 只讲了一半 只讲了一半啊 就是这个问天相 所主若何 答曰 这些话全部都是好话 而没有一句坏话 天相一定也有恶劣的一面 具体是哪些情况下比较恶劣 我这里呢 不会给大家讲 我只告诉你们 这句话是有适用范围的 你不要看到人家走了一步天相的运 就说人家啊 是好运 然后路权科技 你不看了 这个其他的组合 你不看了 园局不看了 大县不看了 就看个流年 那一定是错的 记住啊 古人讲的东西 它是有适用范围的 你不要觉得古人这么讲 你给人家算 就直接往上套就行了 没有那么简单 你套错了 跟我没关系啊 你套错了以后 不要来找我说是令老师讲的 说是令东来讲的 那你们这个弄错了 跟我没有关系 我这里讲的都是一些基础的 都是一些这个免费的知识 你不能说你把我的免费的知识学会了 然后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算命高手啊 那是不可能的 你除了学这些东西以外 你还要钻研别的东西 还要细细的研究 你要看个几百几千个命盘 以后你慢慢的心里面才会有一些 好的这个体会 好的感悟 这句话呢 有适用范围 并不一定说走到天象 就一定是发财 就一定是升官 没有那么简单 此心若临声望之乡 虽不逢地做 若得左右 则执掌威权 或居贤弱之地 也做吉利 二线逢之主富贵 此心若临声望之乡 这里的声望指的是掌声和地望 做笔记 有的同学呢 他说声望之乡 是妙望平线的妙望的意思 不对 声望之乡 指的是掌声和地望 而不是这个妙望平线的妙 这个声望之乡 指的是掌声和地望 天象星如果在掌声和地望的公位 就算没有子威 只要有左辅右臂 就可以执掌威权 就可以有权力 就可以说发展的不错 如果说居贤弱之地 就是天象星不喜欢的位置 这个病啊 死啊 木啊 绝啊 还有这个天象落线的一些公位 那这个呢 就要差一点了 虽然说也做吉利 但是呢 肯定比前者要差一些 居贤弱之地 是要跟这个弱德左右 是连在一起讲的 就是天象如果得到左辅右臂拱招 或者左辅右臂同工啊 等等 只要遇到左辅右臂 也可以说呢 他能够发挥出吉利的一面 也做吉利 就算贤弱之地 也做吉利 二线逢之主富贵 这个也不一定 好 后面我们再看 戏仪先生语 天象南斗思绝之心 化气为硬 主人衣食丰足 昌取左右会 位置公亲 这个昌取左右会呢 比较简单啊 遇到昌取左右 那么格局比较大 就可以位置公亲 现地贪连武破 羊驼杀臭 巧意安生 这都比较简单 如果说天象落线啊 遇到贪狼啊 连针呢 武区啊 破军呢 羊驼七杀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技术命了啊 走技术路线起家的 这个贪连武破羊驼呢 大家要关注一下啊 就是贪连武破羊驼杀 这些新药都跟技术有关 做笔记 贪连武破羊驼杀 这都跟技术有关 就这个人呢 他可能是一个高等技工学校毕业的 那这样的人呢 因为他有一技之长 所以说呢 找工作比较容易 他有铁饭碗啊 这个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贪连武破羊驼杀 没有这些新药啊 你可能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生 但是你手上没有什么技术啊 你是一个研究历史的 你是一个研究中文的 那你这个呢 找工作反而不容易啊 只能去教书 如果你不教书的话 让你去干点别的啊 可能你还没有人家混得开 现在社会呢 技术命并不是坏事 记住啊 请大家关注一下 贪连武破羊驼杀 这都比较简单 火灵冲破残废 这个呢 也不一定 你不能说天象遇到火灵冲 那就是个残废 那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容易残废啊 哪有那么容易就残废了 还得遇到别的煞星 光有火灵还不够 还得有别的煞星 那就会有一个 有可能是残废 女人聪明端庄 治过丈夫 而且呢 很有可能长得比较好看啊 这个天象 如果遇到极星 父母功也比较好的话 那可能是长得不错 呃 女人聪明端庄 这个呢 聪明呢 不一定 聪明的话得有极星 端庄的话呢 也不一定 这个不好讲 现代社会呢 这个风气呢 远远不如以前了 以前的这个社会呢 呃 女人都是守身如玉的比较多 现代社会呢 这个非常罕见 就算你是天象作命的 也不一定端庄啊 也不一定这个 呃 会好 但总而言之呢 他的外表看起来比较端庄啊 这是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就这样的人呢 他并不一定真的端庄 但是外表看起来是比较端庄的啊 这个是准的 至于事实上是否是端庄 那我们呢 就要综合起来看啊 要看他的父母公怎么样 这个天象的父母公呢 聚门天象和天良 天象的父母公 他是天良心 这个如果说家教比较好啊 父母公这个工位比较不错啊 家庭教育比较好 而且他自己呢 遇到的吉星比较多 那就是真的是呃 比较端庄的一个状态了 呃 治过丈夫呢 这个是对的 就这个人呢 有志气 而并不是混日子的一个人 不是混日子的人 三方吉拱 丰奉啊 三方夫政 有很多吉星 有很多吉化 路纯画路 啊 画权画科等等 那么就是丰奉夫人 若昌取冲破为事切 再丰到主清高 这个仓取冲破为事切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有很 有好多个解释 每一个解释 我都跟大家说一说 大家不管是认同哪一个都有道理啊 呃 我去年讲课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到 我说女子无才就是德 这是古人的观念 一个女人千万不要懂太多的琴棋书画 不要去学这些东西 什么样的女人会学琴棋书画呢 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啊 青楼女子 大家记住啊 青楼女子 那肯定是吹拉弹唱琴棋书画 各方面呢 都学会都会一些 然后这个青楼里面的女人 她也是一种服务 也是一种帮助 听着啊 这是一种不好的帮助 就是跟这个社会名流 或者说有钱的这些人呢 在一起 然后给他们谈谈小曲 给他们写写诗什么的 这都是唱曲 都是文唱文曲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 天象又表示帮助 所以说天象加上唱曲 这样的女人就可能是一个青楼女子啊 可能是因为她吹拉弹唱比较好 然后呢 被这个有钱人买回家当小妾 这是可能性之一 可能性之二呢 是这个天象星作命的这个女孩子呢 又加上文昌文曲 文昌文曲 让她变得更加柔弱 让她变得更加感性 所以说天象加上唱曲 就这个女人呢 没有什么决断力 就是你让她去拿主意的话 她拿不出主意 她喜欢听别人的意见 而不是自己拿主意 所以呢 她不能当这个大老婆 只能当小老婆 只能当侍妾 当了大老婆 那很多事情要她做主 而她又不敢做主 她做不来啊 做不来这个主要领导 只能当小老婆啊 这个呢 也是可能性 之二 第一个可能性呢 是女子无才 就是得 你的才华太高了 你又是这个文昌文曲天象的什么的 那就有可能呢 沦落封尘 另一个呢 是这个天象加上唱曲呢 主见不强啊 这是第二点 只说这两点啊 还有其实 还有第三点 还有第四点啊 大家呢 可以自己推 这个有很多种说法 每一种说法呢 都有她的道理 紫微斗数并不是说这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啊 在封道主清高 如果说天象作命的人 他去当和尚 当道士 那么就有一些清高 有一些骄傲啊 这是对的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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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